谭生路你带上游去干嘛 我要上天 哈哈哈哈 爽啊 在天上什么也非想 只管快乐就行 天上没有那么的烦恼 因为烦恼会被风吹散的 滑翔的 这个太爽了 哈哈哈哈 爽啊 这种快乐是非无人机体验不到的 这么好的景色 一定要亲自飞上来看看 孙大善做金斗银的感觉 你不想体验一下吗 我屁股下面是一个座带 坐在上面就跟坐在沙发上一样 躺在里面也很舒服 我现在是潮汐飞行 正前方就是乾堂江的入海口 也是观潮的好立方 我身后是观音菩萨 菩萨保佑我们安全飞行 来د来 咱们开始吃点火 别影 hate 别影响 Shop 我们下期见 来 我们下期见 下次见 吃点火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运气好遇到好的气流 你就可以大同一层风起扶摇直上几千米 如果碰巧你的另一半也会飞散 那你就是一双飞啊 那种体验值得记一辈子 你说这种开心的时刻 是不是要360度无死角的记录下 等你老了 别的老头只能看着照片回忆 你是直接带上装备身临其境的全景回放 不得不说 全景相机真是伟大花了 老实说 飞伞是会上瘾的 但是它天生又让你无法沉迷 因为这项运动得看天 天气不好你就飞不了 这其实挺好的 逼着你延迟满足 想要体验这份快乐 你就得等等一个好天气 等一个好的功力条件 你看我在杭州 这个基地在海里 我开车过来只要一个小时 我来的频率也不是很高 因为我的鱼弦经常凑不上合适的海风 最近半个月虽然是40度高纹 但是风力条件挺好的 我早上5点钟出发 趁着太阳还没反应过来 飞几个小时 90点我就回去了 如果没有跟随热气流上升的话 从山顶到山脚几分钟就下来了 过程中你要做动作 一会左转一会右转 还有控制速度 都要用手去控制 你就很难腾出手来拍视频找角度 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 Insta360全景相机 我可以装在头盔上 也可以插在皱袋里 还可以腾出一只手拿着 左手交右手左右交换都可以 管它什么角度 反正都能拍下来 现在X4已经进化到8K画质 什么叫8K 8K就是我在离地800米高空 都能看到你在跟我招手 Insta360有两点特别打动我 第一个就是先拍摄后取景 这点真的很方便 不管构图只管记录 这个对新手极其友好 第二个是后期手机剪辑也很方便 我只要打开手机APP 选择我的飞行视频 然后点击AI取景 它会通过AI算法 帮我选择高光时刻 自动生成一个精彩合集 会非常丝滑的自动运镜 横板数板 9比16 16比9都可以 效果非常棒 你只管帅就行了 剩下的交给Insta360和AI 风中定律告诉我们 一次体验的过程中 峰值体验和结束那一刻的体验都很重要 在天上绝对是峰值体验 非常爽 整个体验的结束点不是降落的那一刻 是出片 是完成视频剪辑 快速分享 这块Insta360做的真的非常好 AI取景 快速剪辑 或者直接套用主题模板 出片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也想学飞伞 想体验金斗云的快乐 来这里 嘉兴海宁大尖山国家飞行引力 来这里江州户朋友很多 因为交通很方便 杭州过来一个小时 上海过来一个半小时 这里风景又好 降落场又大 大草坪 湖边 山顶 江边 还有天上 都是非常出片的 来尖山 然后我们一起天上见 来 再带你完整的看一遍 飞行降落的全过程 天上 还在圣山上 过程 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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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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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